請坐 請坐 我們繼續說 日本共產黨的建立主要就是 有一個年輕人去莫斯科收婚後回來 建立日本共產黨 但是 當時 日本的敵武 就滲透到共產黨裡面去 所以 生日沒多久 就被一網打盡 一九二三年 大家第一次逮捕 一百人 一九二三年 所以 日本發生 大多人 所以日本軍閥 和右翼分子 趁機消滅所謂 不良朝鮮人 與共產主義者實施大屠殺 日本人對屌仙人 非常歧視 用屠殺的紅線 這是 這是 大多人 大多人 後來的 相比 差不多 處中堵 大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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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仙人 受到大屠殺 帶那個大多人 一代的雕仙人 無事無事去用台士 到六千人 还有一个归户事件 在边渡政治府的领导下 有的人去给建査台事 日本建査作风很大胆就对了 到一举二十年三个共产党的人放出来 得天求衣就是放出来 宣布解散日共 就是他们做共产党 没收到政府的赞同全给他改善 但是你改善但是又有人觉得共产党很好 所以第二次的建党 也在国际共产国际的金钱人力资源下 建党 结一年后有一次的人 又继续发展最多到六百的人 但是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不同点就是 中国共产党有无忠 日本共产党没有无忠 没有通评 还有田中议宴 没有通评 还有田中议宴 日本六君大将 他采取恐怖政策 他叫二百年三个十五 全国进行寸草不留的大逮捕 叫三一五大逮捕 逢领起的共产党丸 跟他官党价达三千四百余人 大家差不多中领 中领就对了 他叫二九年 又叫一年 四个十六 全日本政府 对共产党 进行全国大逮捕 有四千人去抓去 对共产党 四千人去抓去 第二十五十买 主要是一个达到 日本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 不关明 日本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 就是中国共产党 还没有 日本共产党 都没有 共產黨 20世紀 台灣共產黨是前一個提出 台灣建民的這個概念 作為提出台灣獨立的理念和團體 它是建立在台灣民族的基礎上 這段是由盧修一日據時代 台灣共產黨史 這個盧修一你知道嗎 盧修一 台北郡哪裡人 盧修人 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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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盧修一 盧修一 稍等一下再說盧修一 盧修一 盧修一 這就是盧修一 盧修一 奧修一 熊一 幹 小子 以外 作為 你 abbiamo 这次就是他几个拜票 他不能这样算掉 啊 那些人啦 索金兆才掉啦 現在台宮會建立 這是障礙的建築 林博孫和夏薩宏 林博孫和夏薩宏是由 叫去莫斯科受訓的兩個人 他們回到障礙之後 回來不是回來台灣 在障礙 這個在莫斯科有兩個大學 這個大學叫做東方大學 全名是史達林東方勞政者共產主義大學 另外一個就是孫益仙大學 主要針對中國國民黨的學生 你知道九戒九戒的章 九境國 就是去索連特殊 索連特殊是什麼 這個大學的大學 東方勞動者大學 特殊的時候 那個時候 跟蔣介石的中國發動三共產黨 三共產黨 蔣經國 全宣布斷絕父子關係 還有一端 中共原本就是這一端 的 academic 上來是威治 這支大學大學 看到雷亮的大學 一陣子 那些大學大學 那些大學大學 有什麼大學 末孫和射山峰 完成了之後 莫斯科的共產主義訓練後 帶有第三國際的訓令 跟元祖佛 他們成立台灣共產黨 所以現在要注意看 蘇聯列寧設立一個第三國際 這是推動共產主義的一個 一個巨大的一個問題 要做進 在由系統的思想基礎上 具體的戰略方針複製實行 所以台灣共產黨的屬性和做進行 是依附在共產國際 中國共產黨及日本共產黨下 所以台灣的共產黨是依附在這 這個共產國際 中國和日本的共產黨之下 它的經費的由來 由那邊申請來 這間就是孫義仙大學 這個莫斯科 他叫李清尼國共分裂 中共黨員受受空前的國民黨大鎮壓 也要在日本的領事館建査 也在配合收縮台灣留學生抗日分子 所以林穆遜跟小薩風和尚海 潛入地下活動 這個抓共産黨抓得很厲害 在上海的翁哲生 跟臺灣林日高蔡孝乾等 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在野萌的潘青市要求來上海 成立共同成立臺灣共産黨 所以臺灣共産黨成立是在上海 上海的東西是什麼 怎麼在上海 因為上海有諸戒區 有法諸戒 英諸戒 共同諸戒 在諸戒區裡面 那個管理不是中國人在管 所以共産黨就在那裡發生 潘青信 這些匠名有 他叫孝龍尼出身 是大中堂的人 就是現在延民北路的人 太平工學和太平國小 現在太平國小在這個 應該延民北路跟重慶北路之間 他叫二年他去到中國的福建 會問南國公司任職 阿北就去上海大學中學部的時候 跟共産主義家交往 而信奉共産主義 成為共産黨員 上海大學校長什麼人余佑任 但是這個上海大學是培植 共産黨的力量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他叫三一年 他美的王萬德家 他跟過人跟他的愛琳 檢視額同居一個月 偷渡要去賀門 共産去 半十五年 他叫二七年林莫孫和四三方 跟日本的德田求一 回去重慶 這就日共常任委員 渡邊政治府 渡邊政治府要去死的台灣 日本共産黨 台灣民族集報的名字 建立台灣共産黨 由於日共本身忙於普通選舉 和遭受日本三一五大逮捕 菁英禁師 所以有關台灣的建黨工作 委由中國共産黨援助跟指導 日本共産黨不努力 所以怎麼檢查就輸 所以乾脆把台灣共産黨 拜託中國 你來輔導他們 林莫孫和四三方 在一休禮拜年一月對 回來上海 也還有一個陳來望 到底 四月十三 中國共産黨代表提議下 召開了台灣共産主義者 積極分子大會 出席就有林莫孫、小帥宏、翁哲生、謝玉葉 陳來望、林日高、潘欽信 他還有中間的代表 彭榮 這個就是社群 這個就是林莫孫 這兩個都去莫斯科大學 接受這個共産主義的教育 一休禮拜年四月十五 他們在這個 上海法書界內 羅伯神父街和夏飛路交叉口的 金神父照相館 這個所在召開 台灣共産黨成立大會 出席就有林莫孫、小帥宏、翁哲生、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望 中間沒有人 也有頂線的人 來參加 翁哲生到底是什麼人 他叫翁哲生的年 新的台北市 大中堂 英六町 他叫李翁年 是去莫孟集美中學 他叫李樹年 是去莫孟大學 他叫李翁年 他叫李翁年 進上海大學小學 沒多久就參加共産黨 但是 他叫三三年 送到上海英租界的鳳梨去 以上台灣 他叫三九年 保外就業的時候 死去 那時候才三十七年 翁哲生和小帥宏 被推為主持會議的主席 林莫孫 致此 感謝中共的指導 這就是翁哲生 明日高 還叫做翁哲子 幫求人 他叫空空年 出生在幫求工學後 台北工商學後 台北工商學後 可能就是現在台北工專 他看到日本人在台灣的殖民政策 心盛不滿 研讀到社會科學 接觸到左翼的書籍 產生共鳴 所以林莫孫 林莫孫就是因為 他覺得共產主義不錯 他叫二五年 到蠅門 參加全順緣工會 人力車工會 加入中國共產黨 他叫二班年的時候 洪酸做 台中中央委員 中央委員有幾個 林莫孫 林莫孫 庄春火和 厚埔的 小山空 這就是台港 黨中央 所以這三人叫三人黨中央 林日高 庄春火和小山空 但是林日高 要去退出共產黨 这就是林日高 一旧礼班尼 四个十八 召开第一次中央委员会 会议中决定 中央委员林沐顺 中央常任委员 林日高 蔡孝泉 蔡孝泉买就参加 两万五千里长征 翁哲生 夏萨红 陈来旺 台庄的领导人来分析 所以全部都是地籍分析 出身在上海大学以及留学日本的系统 所以说台湾共产党的成员代表分析 由上海大学还是留学日本 共产党的主点是什么 台湾民族 台湾共产党的成员代表分析 台湾民族 台湾共产党的成员代表分析 台湾民族 台湾民族 民族的名声 现在才比较少 其實我們跟中國人很大的區別 我們不是中國人 他的政治大綱 吸收農民 造成以工農為核心的繁帝大同盟 克服文化協會的幼稚病 並將利用為擴大黨的組織活動 那個時候在台灣有文化協會 他覺得文化協會 動作太慢 但是剩下方也很難 怎麼滲透到文化協會 所以文化協會的後期 這些人都閉嘴 共產黨在控制 文化協會 協會 那個時候他的口號 打倒總督府專制政府制 台灣民族獨立萬歲 建立台灣共和國 匯德壓制工人跟農民的惡法 爭取七小時勞動 爭取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 爭取土地歸平隆 這是共產黨的口號 台灣民族獨立萬歲 最近是台灣民族獨立 所以這個 你要知道台灣民族獨立 這種事項 在日本時代就有了 有了 團到這時候來 都不成功 它們什麼都不成功 класс 國民宗議員 不是 國民宗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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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過去我們 火蘭時代 火蘭時代 火蘭人在關台灣 沒有關到阿里布達 但是我們台灣人就有一個叫做 叫做家懷疑 起來 結冰 家懷疑他出來結冰 他九千人 八十一千人的火蘭兵 火蘭人會再調一些幾千的 彼婆祖的火蘭 自己漢林下去台 所以失敗 萬千的時候我們有 這個 也在台灣獨立 阿武王 主委貴 這個 林松文 林松文比較厲害 把萬千的兵打敗三遍 你頭一遍來 我就幫你台贏了 我們的武力贏到萬千的兵 第二次派兵來 也幫你贏 第三次 乾隆鳳帝鑽 吊集全中國最擁的兵 來打台灣 這會怕輸 日本時代我們也有 一堆翻日本的人 北部 乾台塞 中部 乾鐵厚 南部 林松鳥 都也是真壯的人 都輸 到買去都輸 什麼原因 一七七六年 美國獨立戰爭 打贏 全這樣 美國就獨立 什麼原因 美國有辦法獨立 我們打三遍打贏 也不會獨立 我們是一七八六年 林松鳥門開去 怎麼不成功 它怎麼會成功 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說 你只割自己的禮量 不夠 美國是割法國的禮量 因為英國是世界共國的 頭一邊打書怎麼要緊 我吊集一些人 這些都受到訓練 還有武器 也要自己打贏 怎麼會讓米酒獨立起來 就是這個原因 台灣四百年來 沒辦法都做人的路 最近我們出現這個 林博士林志生 他沒有在走這條路 他說他們走不到環境 走去沒辦法完成的地方 所以他就奉獲美國的力量 現在想說 夾雜的日本的力量 要來追求 法律 主題 不是法律 你独立 你独立下去 独立跟幕前的那個 當權者 要剪的 独立你 要向美國人剪的 現在是美國得貫的 所以以前 不成功的原因 現在說起來 四百年都不成功 的原因就是這樣 你要靠 要靠第三者的幫忙 第三者 有法律人建立台 台灣共和國 台灣共和國 在上海的狂獻人 狂獻人 有三一節萬歲事件 什麼叫做三一節萬歲事件 就是狂獻人 就是狂獻的國王 突然死去 這個狂獻人 人為 這是用日本的儀生 把他挑戰要創的死 所以國隊都起來暴動 叫三一節 上海台灣 學生 特紙獲 第一次在一九禮拜年 三個十二 但是 但是 這個 粗牌的台灣人在聚會 但是 這些人 共同租借台譜 就放在那裡 第三次 四月二五 在法租界 发现台湾共産党的秘密文件 逮捕张茂良 敌散人 小帅红 讲话人 这些抓到的人 日本政府的处理就说 你台湾人 把你撒回到台湾 让台湾的幻影解冠 小帅红 黄河契 两个人因证据不充分而被释放 那其实是日本的法官 就说你这个小姐 在做结面 回去了 把你放出去 这就是东西的状态 这就是东西的状态 所以小帅红是去抓到台湾 回到台湾 台湾 台湾 欢迎他 判决 让你自由 那 同时 还有一些大部的也都去用破形 破形 像 柳索红 两年 一天水敵 兩年六個月 但稍微一年 回到台灣之後 林日高和莊春佛 逃亡中國大陸 選了 蔡孝前去江西蘇區 蘇區就是蘇維愛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區域 就是共産地區 取得毛澤東的信任 也參加兩萬五千里長征 所以兩萬五千里 這個共産黨去國民黨沿路追 我們台灣人蔡孝前來參加 台灣共産黨 党兼特別之報成立跟溝滅 夏蘇宏到莫斯科 接受共產教育的許乃昌 在1922年 成立台灣新文化學合 向台灣民眾施設 抗判 經濟對抗判 成立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的教育 陳萊王回到東京 展開學術工作 計畫成立台共在日本的中心 任睦孫 剛才鄉民有看過 站上的東京 加上陳萊王的介紹 成立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 台灣的學術研究會跟東京台灣青年會 由日共改編為台共的外圍組織 在日本的台共協助台灣農民組合 台灣文化協議進行共產主義化 就是這個在中國 在台灣有這個台灣文化協議 這是很好的組織 它就把它滲透進去 變成共產主義 共產黨的外圍組織 渡邊政治府 這是立共的一個中央委員 來台灣 他叫禮斑尼 大家 為上海坐湖北灣到貴郎 給貴郎的建築 他就懷疑 因為他的衣服 被衣服下的名字 跟他要坐湖的名字 不一樣 所以 建築就說 我走走走走走走走 跟他到水上警察署 來偵辦 他在貴郎買頭的時候 做洪國穿洪 打死這個建築 他自己要走的時候 還給石丁半島 拔自己拔一堂 沒辦法逃脫 很多日本建築來 他就自殺 這就是貴郎的海境 日本建築發動416大逮捕 逮捕會員43人 43人發建立台灣共產黨的行為 曾來往林隊和林天晉 所以這個剛才生日六角的台灣共產黨 東京特別寺寶就消滅 一些人去看伴鄉 夏娃宏 逢阿東去台灣之後 他剛住在台中 台中是寶丁 這是夏娃宏的阿姊 幾乎的家 那個時候還在蔡孝謙 紅朝中 判親信都逃亡 台共存在是有名無實 所以他決心從頭做起 我們要台灣建黨 典開黨的更生活動 夏娃宏開始跟文化協和農民組合 會接觸 沒多久 還跟台共另一個中央委員 林日高取得聯繫 林日高還去日本 跟東京的黨中央報告 林日高在六月二十來跟東京 跟陳奈外接觸之後 才知道說 哇 日共遭受315大逮捕 精英盡失 音訓全無 告到八爺 林沐盛帶著王萬鐵 從上海來 東京 南亞協議讓林日高攜帶 澱粉記載在雜誌空間的指令 書先回台灣 什麼說 用了澱粉製造的 澱粉 以澱粉 澱粉記載在雜誌空間 就是說 他什麼事 不是用了蚵蚵 是用了澱粉 澱粉末末的 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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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生黨burn在台灣 提升小舟鴻為中央委員 蔡孝乾洪朝中判親信長 開除黨籍 吸收楊克培楊春松為黨員 林日高為書記長兼組織部長 莊春福是勞動部長 蔡孝乾洪負責其他的工作 這三人就是台港島內黨中央 共產黨在台灣的作業清新 這也是楊克培 你知道那上面沒有什麼嗎 四到沒有了 日本你讀台下生 哪有辦法就讀這點沒有了 所以你讀這點沒有了 他在台下生 楊克培中華人 是一位自由主義者 他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黨報的影響 傾向共產主義 他叫二七年來到中國 投身於武漢政府工農部服務 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幾年來台灣接受小山峰的邀請 參加台灣共產黨 在肥中在工具國際無產階級運動 生日夜降使命運動 我燈意 但是話說 這麼多時候 然後 就是現在發生的是現在台南的虐晉 這個事件喔 日本打死的人不算 要抓幾千的人 其中九百萬的名字 總共一千名 讓日本的發言打死刑 打死刑這件事 傳到日本去 日本國會議員說 哪有一個 一個外公更賣的 我們怎麼判一千的人死刑 所以 所以台灣的歡迎就說 好 停止執行死刑 但是已經有三百人進行台詞了 出的人不去逃逃 就一個名字叫台政 台政開始設立大政 大政日本田農 新的日本田農 政委 開始託社民 這重要就是說 農民組合 有一個叫做檢籍 檢籍 檢籍這個人喔 是農民組合 為農民很混亂打拼 但是前幾位的這個 的兒子 他的兒子喔 要娶娶王妍慶的女兒子 蛇 夏山峰說一句名言 毅社交自己是落泥的地位 愚之鬥爭的是革命家 你有感覺自己自己做落泥 跟他鬥爭 你是革命家 無意識到自己是落泥的地位 過著默默無緣 昏昏惡惡的生活 是十足的奴隸 就是說你在做落泥 也反昏了 還有一種人 叮叮樂道 讚賞美妙的奴隸生活 並對主人感激不盡 是奴才 是無恥之徒 一個人奔罪三種 一種無法度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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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歐落泥主 這是母替之徒 為了擴張工作 小廚房和楊克培 建立支店 這 不像要吃個店 但是行政只有支店 可以 所以一休禮班 12個建立國際書局 在台北市太平頂二頂目 就是今天這個延綿北樓一段 就是在 中尾水的文化 自教的對面 現在中尾水的文化 自教現在變成什麼 紀美 紀美的店就是開的 開的這個 就是當年小廚房他們寫的 現在這個小廚房前 透過文化協會 跟農民組合的運用 來擴張他的共產黨 這個領先也來參加這個共產黨 這個頭一個檢視俄 這個檢視俄是在唐 台南 留長 台灣留長 但是他要去參加 參加一些聚會 學校給他開除 開除以後 一生一期台灣共產黨 楊克培跟小廚房 兩位單身者培養出 赤色革命的感情 說到小廚房 小廚房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他經常去台中 在文化協會 本部跟農民組合 將非法的共產黨 提升到地面上 驚醒的文化協會 跟農民組合 向農民提出 設立青年部 婦女部 定 一九二班 一九二班 這個計劃案通過 就每月九孫 從小廚房更入骨的方式 決議統計 支持台灣共產黨 小廚房 利用 老闆糧民組合 青江分子 在 繳開 台灣農民組合 第一次 全土台發 爭取台灣農民的組合 領導官 所以 小廚房 不是簡單的領目 他到一個地方就把這個地方組織起來 組織起來的時候 跟對抗黨群 這個新中央 禮禮拜的時候 這個中國派軍隊的台灣 沿路台 這個小山峰在台中 那時候 跟人組織 差不多 學生小孩 差不多三百人 當時去山頂 去柏里 柏里有一個叫做愛蘭的地方 國民黨派三萬名兵去那裡接 他這三百名 派心兩百名的國民黨軍 三百名要怎麼對三萬名 那時候 要做失敗 夏山峰 全走去中國 這就是 我們在二禮拜的時候 台灣唯一 五部中空間的這個部隊 叫做二七部隊 二七部隊應該有聽到的人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喔 日本建設很厲害 第二天就是命令解散 台埔組合園 兩百多人 農民組合 全無法領下 台宮的工作 受到打擊 一九二九年 到來台宮的勢力才逐漸擴張 那時候 三零年代的世界經濟恐慌 這就是發生的 三零年代發生的 一九二九年 世界經濟恐慌 美國對付這世界經濟恐慌 它是喔 投資大量的金錢 下去蓋水壩啦 做公共建設 現在也是在經濟恐慌 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 夏帥鴻 還有一個人 像那個臨日高 丟到我 過人地區 守信 劉守鴻 這有組織的農民組合 領土館 整台灣共産黨所掌握 所以 它也很厲害 有辦法能夠深入到掌握 這喔 它到底做多少事情 據日後統計 大概有十七個組織 在夏帥鴻 台共影響下活動 所以夏帥鴻很厲害 不然它就有辦法 要怎麼組織 十七個組織 都在它的位置 夏帥鴻會買去 會去做一個中央委員 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 但是 也不得志 那時候有打臉書 幾年前打臉書 所以它 它減入的就是工會 農民組合 文化協會 所以這些事情 都不是普通的事情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這樣感謝各位的手掌 請體力 謝謝 謝謝 謝謝